第一位呢是我们的Clara 她是我们加拿大领头羊 就旅游行业的领头羊之一 天保旅游集团的CFO 那我知道Clara是一直以来跟天保 从无到有一直成长到今天 我相信在今天这样一个疫情的情况下 她肯定有很多话想要跟大家讲 我们先有请Clara Clara你好 对 听得到我声音吗 听到听到 你好你好 是因为我们在介绍你之后呢 其实我现在因为知道很多看直播的人 其实对天保旅游 他其实很多没有很大一个具体的概念 那我们先放一段关于天保旅游的宣传片 给直播的观众先看一下 好吧Clara 谢谢 好 没问题 那我们先请导播来切一下 先放一段关于我们天保旅游的一个简单介绍 因为我们一直在放递 中文字幕 李宗盛 Clara 其实这边我们有看到 因为我在看视频的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一直发现 随着加拿大政策对华的一些开放 我们天保旅游也一步一步 走到今天这样一个位置 但是在疫情的这个情况下 我相信对旅游业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先来聊一下 现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们的一个处境是什么 是不是真的就像人们所说的 我们已经到生死成亡的一个危机了呢 对 因为这次疫情 说实在话 就像一个铺天盖地的一个大浪潮 其实我们旅游行业是 这个遭到冲击是最最领先的 从今年 说实在话之前 我们还对 今年我们一月份 就是公司开年会 我们是从去年圣诞拖到今年一月份 那时候我们是对整个行业充满了信心 就是布局要全球发展啊什么等等 但是呢 没想到一月二十三号武汉封城的消息传来以后 就开始各大航空公司就开始减航班 包括加航率先就取消了后面三月四月五月所有的航班 这个对我们的打击就是可想而知 可以用一句就是惨不忍睹来形容 这也是我从业二十年来 就是从来没有预见的一个情景 就是每天就是只有退票退票退款 就是这样子 然后当然也有一些客人会挡着想出回国啊什么的 但是也是一票难求的状况 然后因为政策刚刚出来 国内呢也是就是说一些政策嘛 就是还很多客人就是 是不允许你收取手续费的 那我们一开始公司也是想保住就是员工嘛 然后就变成大家就是既又不能收取手续费 或者收取少量的手续费 还要养活这些员工公司还要就是生存 那一方面呢 后面也放弃了 干脆也是免费啊 或者是用其他代替等等形式 所以每天的从一个每个月是像今年 说实在话每年三月份是我们公司最最忙的时候 每每个月的就是呃销售额都上就是好几千万的 现在变成负的了 就全部是跌到底股 所以这个呃就是对旅游行业 而且关键是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呃可以就是复苏 因为呃很多呃对旅游行业来说 毕竟不是像民生必须的像吃饭啊什么之类的 所以他的恢复是要我估计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了 对其实这边Clara跟我们也分享了最于这最艰难的这段时间公司遇到的一些处境 那前面Carmen有跟我们分享关于加拿大政府对于其的这些补助 那对于你们这样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企业来说 这一些补助真的能起到一些作用吗 呃说实在话呢 因为我们我做了因为实在是很久了呃 03年的SARS我也参与也是亲亲身经历的 那时候呢就是说我们是用政府的那个worksharing 刚才Carmen提到的这个方法 因为那时候我们员工也就十几十一个人 我我后面把那资料翻出来 所以呢也很快就度过了 那这一次刚刚疫情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保持的想啊那就是呃 SARS一样我们充满信心 我们也一定要保住我们所有的员工 所以第一时间我们马上就去申请了政府worksharing 这个呃很好的一个plan 那呃经过千辛万苦都申请下来以后 没想到疫情发展的时代太快了 那我们已经根本就是保不住 因为员工根本就没活干了 除了就是退票退团 本来其实一季度也是我们local bus tour的一个淡季 那本来工作量不多 主要是呃他们是准备第二季第三季的旺季来做准备的 但现在发现根本就不可能有第二季跟第三季的呃那个旅游出行了 那这些同事真的是没活干了 那我们也是开始培训啊等等呃做了一些措施 但是也不行后面就是说这个worksharing是申请下来了 但是也用不到 那后面呢我们就可能用呃政府有一个什么temporary layoff的一个呃政策 可以把员工就是我们设定一个时期就是把员工呃暂时 layoff 然后到呃我们写好什么时候到时候他们可以就是recall回来 这是一个方法这是对大部分员工那我们也当然呃这个公司要生存下去 还有大量缘分要做那我们就是退票改票的事情还是要有人做 所以我们就保留了票务部啊还有部分财务啊还有一些最精英的人员就希望就是说像留好活种一样等 现在是降低成本保持这个呃公司的一个最基本运作等那个疫情过去我们才能马上就可以重建这样子那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他们也提到那个中小型企业贷款 那我们呢我们一算他的一个现在放宽了是两万以上一百五十万以下的人工那我们天宝算一算已经属于中型企业了就是根本就用不到 那只能是我们蒙特利尔的分公司因为他是独立的所以可以用一样这个就是呃呃还有一个呢就是贷款就是一个呃呃就是呃就是呃就是这个事情 他可以用到我们这个呃政策也是不错啦反正对其实跟大家所讲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我相信已经在呃尽量的去帮助这个企业但前其实在前面 前面你的过讲话过程中我听到一个几个非常关键的字我们留下了一批精英人层就精英的员工我们留下了我们所谓的活种那这个就会让我想到一个问题疫情其实是大家都没有期待就没有想到会发生的这么严重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对于我们企业因为企业始终是要往前走的我相信天宝也一定会度过这个难关我们也一定会度过疫情那在等到疫情恢复之后对于我们 我们企业重新用人和我们重新在提升人的这些呃标准上会不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变化呢 对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感觉呃对这个我们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包括企业的转型包括人用人今后的方向我们的准标准是什么那肯定是会转更加好像注重就是一个是学习能力这个同事可以不懂我们可以培训 但是他必须要有一种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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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技术的能力 他们比如说我们这次 就是很多就在家办公了 因为办公室是不能去再去了 那我们就完全就是 必须就是要各种IT各种技能 这个是等于是一个全才 你要拿哪一个怎么就拿得起来 这样子的人员是我们比较欢迎的现在 对其实这边刚刚二也说到 因为在可能关注我们直播的观众之前 我们前两周一直有提到过一点 就是以前可能用人的标准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现在甚至我们要求的是一个萝卜 你要占三个坑 因为企业的发展已经到生死存亡的一个危机了 我们不是像以前抱着我们可以慢慢培养你 我们是要看得到希望我们才能愿意培养你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因为我知道在看直播有很多是留学生 那其实留学生的很多问题在工作的过程中是被放大的 但尤其是在疫情之下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那克莱尔作为一个从业二十年非常有经验的这样一个企业家来说 他对于留学生你有一些简单的意见吗 对于他们在疫情期间能够做哪些事情 为他们也在之后能找工作做一些建议 我觉得我们大多数留学生 其实是非常好的 他们也人也很聪明 就是我们之前做过90后 他们这些年轻一代的非常聪明 也很能掌握知识 英文也好 比我们这一代的老的就是移民室 具有很多的就是他们的特长特点 那么很多年轻人呢 就是我们天宝其实也是雇用了非常非常多的年轻人 也帮到了公司就是不断的发展 他们的想法很多 那如何就是说不要让这些想法跟积极性变成眼高手低 而是要变成扎扎实实的就是一种技能 他们第一要会要沉下心来 我觉得工作上面就是我在一个公司 我不要就是看着锅里 然后又又看到锅外去了 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很好 希望呢就我们的留学生就是扎扎实实的 就是沉下心来 就干一行做好一行 当然我们要有自己的职业目标 要有一个理想不要混日子 否则就是说温水煮青蛙 就会慢慢慢慢就把自己的那种奋斗的精神啊 这些就消磨光了 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两点是很重要 对其实这边跟我们分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因为我自己也是留学生这样一步步过来 在我刚进入职场的时候 如果说我的上司或者是我的领导跟我讲 温水煮青蛙 踏踏实实 陈下心 不要眼高手低 我不屑一顾 我的态度是不屑一顾 但是等我真的是工作了十年之后 我会发现 这些东西是在你刚毕业 甚至刚踏上岗位之后 更需要去学习的一些东西 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抱着一个开放的心态 学习到更多你想要的东西 最重要的就像Clara这边要说的 你一定要定好一个目标 那我们说回来 我们拉回今天的一个主话题 因为我们之前有聊到 疫情的影响对每个人 对每个行业都会有 那在这样对旅游行业如此冲击大的情况下 我们甚至不知道 在疫情过去之后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那天宝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势下的一个商业模式 是不是会有一个想法 或者说我们有一些想要改变啊 或者说想要有一些做一些调整 有这方面的打算吗 有 因为这个模式的改变 其实不是从这一次开始的 已经是有好几年 我们已经在开始慢慢布局了 因为这个技术浪潮过来以后呢 我们就看到像协程为代表的 这些新型的OTA的一个运营模式 完全是互联网带给我们 如今这个社会的一个新常态 那我们这个传统的老旅行社 如何转型到一个 就是又有互联网 又有就是线下工 就是门店的一个新的旅行社转变 我们其实在2016年已经开始慢慢部署了 所以我们在中国 就是而且第二是一个全球化的发展 经济发展的一个现代社会 我们就是可能用人方面也是要考虑成本 所以就是我们在把这个方面 也是把有一部分人的就是工作 把它转移到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去 那所以这个一个结合 我们就会发展了中国在那边设分公司 把那个模式 我们也会从传统的线下转到了线上 发展了我们的B2B B2C等各种新的形式 那第二就是把成本转移到中国 或者本来是想去欧洲 因为比如说西班牙等地区 这些欧洲地区的人力资源 其实人工是比我们加拿大 北美这边是要低的 所以这也可能甚至包括印度 我们的call center什么之类的 也可以往那边转移 所以这种模式的一个转移 是我们正在考虑的 只不过疫情加速了这一块 因为其实在这次我们也享受到了 这一个的一点成果的 比如说刚开始是中国大陆 那边就是开始疫情了 他们成都的我们分公司 他们那个员工就开始去家里办公 因为他们正好在过年 过完年就直接在家办公了 然后呢慢慢慢慢中国这边好了 开始回去上班了以后呢 我们加拿大这边又开始了 那我们现在变成完全角色兑换了 但是工作还是没有停 这就是一个当初我们就是一早部署 那么现在就相对来说就影响会稍微就是少一点这样子一个布局 那这是我们对这个全球布局啊 今后这种形式发展啊 当然我们现在越来越看到就是在家办公的一个可能性 那么有些部门我们是不是考虑就是今后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做 那么相对应的我们可以比如说有些房租啊什么 原先我们追求因为人员一个总部我们就有将近100个员工在那里工作 我必须把总部建议的搞得非常大 那我现在可以不需要这么大的规模 也可以在成本上做一个节省 这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模式 这样子 对大家有听到 Claire这边有跟大家分享到 天宝做一家20年的一家老企业 它在疫情发生之前就已经从2016年考虑全球化的一个布局 但Claire也有说到 疫情是一个放大镜 它同时也是个加速器 它加速了企业的一些转型和变化 包括对于成本的一些考量 因为之前我们可能说习惯于我们有这样一个概念 把总部建得非常好 我们有很多的员工 但是在疫情之下 原来可能没有考虑到非常深入的一些问题 放到台面上 我们在考虑减低各个部门的人工 是否可能引入以后 即使疫情过去之后 我们也引入在家工作的这样一个概念 那它对疫情呢 其实对于个人和企业的影响都是很大 那最后一个问题 我要这边问到Claire 就是我知道因为大家很 还是很多人想要出门玩 只是由于疫情的这个影响 我们大家可能就没有办法 现在也不允许 那在这个疫情过去之后 我相信天保一定会生存下来 那对于将来的 可能要用到天保的服务和 我们说用到天保的产品的这一些 将来的客户 或者说现在正在关注我们 直播的这些观众来说 你有什么话想要跟他们所说的吗 就是有一些际遇 旅游方面当然是疫情肯定是会过去 大家还是 因为说实在话 旅游是一个很有趣的行业 也是一个 大家现在随着物资生活提高 越来越多的人想去到世界各国去看一看 包括我本人自己也是很喜欢出去体验 那旅游的这种体验分就是各种各样的客户 有些呢是纯粹是relax的 想出去工作那么辛苦去度度假放松的 另外呢还有一种就像我这样子 想走出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包括就像我们发展了就是说本来中国是一大块 北美也是一大块很好的旅游资源 亚洲 然后我们本来今年是发展欧洲的 因为欧洲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 它不仅是有很多的优美的风景 还有各种的人文那些让比如说教堂啊 各种文化啊艺术啊 让我们就是包括亲子旅游啊等等各种的这种形式 都可以去学到长知识的同时呢 又增进家庭和睦啊等等 这些旅游资源我们就是在以后的这一段时间 我相信疫情过后呢虽然我们不期待有 暴復性消费这一块了已经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一个影响非常大 但是呢我相信就是最先复苏的可能是机票类 因为大家包括我们留学生这一块 大家肯定很就是说很想跟父母团圆啊 或者是什么 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机票最快复苏的这一块 我们也想做一点努力 那我们可能会就是说去联系各大行司啊 或者现在正在努力 比如说可不可以有包机啊 服务等等这些各种形式 因为天宝以前做很多Bluper Ticket 也是帮助我们所有的这些留学生 能够用比较好的价格 能够回国啊来两边走 这样子能够就是说对大家希望有一些帮助吧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Kerira的分享啊 因为我知道你也非常忙 也很荣幸你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做分享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 我希望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的健康 我相信天宝一定会度过这个难关 也会迎来更好的一个未来发展 好吗 谢谢Kerira 谢谢 谢谢 谢谢